大家好,我是Esther 我很喜歡吃熱氣食物 當然在家裡炸來吃就最健康了 今天會教大家做鷹式炸魚 鷹式炸魚我買了漂亮的魚 這是在超市很容易買到的鷹魚柳 其實很簡單 家裡可能爸爸或男朋友 一定會有罐啤酒在雪櫃 拿罐啤酒出來 用麵粉、鷹粟粉和煮粉 就可以做到脆漿 在家製作就想容易煮熟 我不會整條炸的 我把它切成小塊 就快點煮熟 如果看到有水 我們就把它印乾去吃熱狗的酸瓜 把它切粒粒 好了,現在最重要是做一個炸漿 我們有麵粉 先加少許 不要再加少許 這個啤酒 剛才有人偷喝的話 很好喝 其實隨便買都可以 來買什麼啤酒也可以 是可以的 記住,加少許多加粉 如果一次過加粉和液體 就會很混濁 很難把它混合均勻 不用手可以用工具 可以用一些薄膜去攪拌 戴手套就可以用手 可以感覺到質感 看到沒有粉粒 就可以加多一點粉 這樣射下去 還可以畫到字 可以畫到一個花紋 我覺得也可以 越稠的話 脆皮就會越厚 看看自己喜好 想喜歡輕盈一點 開多一點啤酒 現在這個稀稠度 我覺得是剛剛可以的 最後也加少許鹽 同時燒一鍋油 我剛才做了一滴粉漿 試一下熟味 試一下油溫 差不多了 就可以開始炸魚了 現在炸魚的時候 我首先不會下這麼大火 如果我一次過用大火 就很容易一下去 表皮已經變成金黃色 很快就會焦了 我現在用中小火 浸一會兒 大概兩分鐘之後 我最後一分鐘就會開大火 令脆皮變成金黃色 就可以了 炸魚 還有記住 最好用深一點的鍋子去做 如果我用太鮮的鍋子 很容易就會黏住鍋底 或是黏住鍋底 很容易就不離開炸出來的漿 但炸的時間 我們要視乎魚塊 厚還是薄 薄的就會快熟 如果厚的話 就要炸久一點時間 這個都要憑經驗去決定 有很多朋友都問 橄欖油其實是否不可以炸 其實意大利人 他們都會做一些炸海鮮 當然他們都會用橄欖油 其實我們認知 Extra Virgin Olive Oil 的煙點都去到185至200度 相對很多菜油 其實都不讓它特別低 所以其實橄欖油是絕對可以炸的 只不過我們在香港買橄欖油 價值會比較高 只不過感覺是奢侈了 一般人可能很多時候 都會用其他油去取代橄欖油去炸 而且如果我們橄欖油經高溫炸 的確的營養會降低一點 如果你想完全體驗100%橄欖油的風味 當然是用來涼拌做沙律 或者點麵包吃就會吃到它的風味 魚就炸好了 我們現在就做一個醬汁 記得我們要買玉米粉 蛋黃醬 我們就加上這個酸瓜 切了一粒 然後就加少許鹽 少許胡椒 加上檸檬汁 再加少許香草 香草碎 嘗一下味道 酸酸甜甜真的很開胃的 如果想喜歡吃辣 可以加少許香草粉 也很適合 做鷹式炸魚 其實很多人都很害怕 因為很害怕 油會彈到自己 記住一個最重點的要訣 就是 魚買回來解凍之後 我們記住用烤箱 櫥紙吸乾水 千萬不要水 彈到油 否則也很危險 會彈傷自己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